欢迎收看交点对话录 我是张志斌 今天交点对话录的嘉宾 是台湾目前规模最大 也是获利情况最好的 无线电视台 民事电视公司 新媒体事业群副总经理 王中宏先生 王副总本身是 Compure Science 电脑资讯背景出身 在民事筹备开台的期间 就担任民事资讯部的经理 负责IT资讯 以及骗库资料管理等等的工作 而在民事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 王副总除了原本关于 IT资讯跟软硬体器材 支援服务的工作以外 也积极地规划 新闻与节目的资料库 不但有效运用了 许多电视台都有 但是却未必能够活用的 新闻跟节目的画面 同时也自主研发了 新闻资料库的电脑系统 并且销售给其他的电视台 使得他旗下的资讯部 不但能够服务民事的各部门 更成为了一个 可以为公司获利的 资讯服务的供应商 而在目前这个网络行动通讯 盛行的新媒体的时代 王副总也正在带领的民事 在多媒体平台上持续地发展 这次访问进行的时候 民事正在忙碌地从台北搬迁到 林口的新大楼 王副总特别空出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带我参观并且解说了整个新大楼 已经完工迁入 还有还在施工的一些部分 同时也接受了我的专访 跟我们分享民事发展的轨迹 以及台湾电视产业的现况与未来 民事其实我觉得在一般人来讲 感觉上是一个在资讯产业 其实走在很尖端的电视台 那您从开台一开始就在的人 那你是不是先大概讲一下 就是民事不管是数位化多媒体化也好 大概它的一个轨迹是怎么样 OK 好 我今年来民事刚好满20年 我满20年 那民事刚开始建筹办的时候 它是一个无线电视台 那民事建筹办开台的那个阶段 其实刚好是网继网路兴起 网络网路兴起 所以我当时的概念就是说 民事应该有一个机会可以扮演 并不是只是一个电视台而已 你应该把你的内容 也可以同步在网络网路兴起 在那时候就是网站 所以民事在开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号称三个平台 民事无线台 民事新闻台 民事的网站 那民事本身的纳赏是一个无线电视台 那后来我们有去申请了民事新闻台 这就是一个卫星电视台 那网站 我们就做了一个民事的新闻网站 那开台的顺序一次是民事网站先开 在那一年的三月 那再来是民事新闻台 是那一年的五月 那再来是民事无线台 那一年的这个六月 所以是网站先开 而不像一般电视台是先有电视台 然后电视台的网站 你们的顺序是倒过来的 当时这个也没有特别的 去考量顺序 等于是这个建台的这个 的顺序是比如说 因为那时候电视的 标准比较复杂 网站的建制比较简单 所以当时我们比如我们新闻部 已经招募了一群记者 那时候我们就在建这个 走位新闻座位流程 那时候我就建议说 那既然人员都到位了 那我们就在民事新闻网站上面 让他们先示范 让他们的 产品可以先在网站上面录出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并不是说当时是网站优先 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差几个月而已 等于把这个流程弄顺了 然后这个网站就先lunch 对 那我记得说 您当时你是负责 其实到现在都是主要是 像是资讯方面为主 那甚至传统的电视台 其实很多的资讯方面 不外也就是一些资料画面 一些骗庫的一些管理等等 那您是怎么样把这一些 大家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把它很有前瞻性的系统化 数位化 甚至到后来可以 专门成立一家公司 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给其他的同业 内容不仅仅只是在电视上播出而已 你可以到比如说 在那个概念那时候叫网站 现在叫做新媒体 对 可以在这种所谓数位平台上面去录出 那要做这件事情 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你要把这个产制流程 一个作业流程要把它数位化 你如果把它当成它是一个工厂好了 比如说新闻作业是一个工厂好了 你要把这个新闻的产制流程 把它变成数位化的一个这样的流程 所以当时最早做的就是 新闻文稿的作业化系的处理 让文稿的记者们的写稿采访的写稿撰稿 跟牌比如播出顺序这种run down 到播出的这个座位 我把它数位化 那时候我们就去设备了 这个海外人家怎么做 那当时我们认为 我们找到了比如像CNN的座位模式 它是用了一套那时候的系统叫basic系统 我就把它引进到台湾来 引进到台湾来 然后把这个座位产制流程 把它建起来 那在当年那个年代 这方面的概念有吗 就是不管是你说其他的友台 或者说甚至你说民事的高层 他们有没有接受这样的概念 说我们可以投资在这一方面 甚至以后变成一个获利的一个来源 对民事或是其他电视台而言 把这个新闻作业产制的流程 这个一化 他们那时候叫一化 这他们认为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以前的作业 其实像最早的时候 很多比方像报酬电子 很多写稿都还用直写 对用瘦写 对不对 但这个这样是在作业效率上 等等这样是有问题的 比如在稿子的审核上面 所以一化也没就是一个手段 但是目的可能是要提高生产效率 那这个跟我的想法 当然这只是我想法的一部分 我另外想法就是 我最主要想法刚刚讲的就是 我想要把这些内容也同步在所谓网站上面录出 那我的概念就是假设你的产制流程是一个数位化的流程 其实我就很容易把这个 这个原本在电视上的这些内容 然后也同步publish到网路上面去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它是一个工厂 那你原本是在生产这个汽水 那生产汽水原本大罐的宝特瓶的 这个1250cc的 但这个产制流程我稍微一调整一下 或者我把它产制流程做一个最佳化 其实我也可以生产各种不同这个包装的 比如说有这个这个350cc的等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这些内容 其实不应该只是在电视上录出而已 应该也可以在其他通路上录出 那时候就有网站 但发展到现在不是只有网站而已 对 比如还有手机等等 那时候是文稿的数位化而已 那随着这个IT技术的进步 然后频宽的变宽 第二阶段很快的 这样就是处理的影音了 因为新闻座位里面不外乎就是 这个新闻文稿的撰起 还有影音的这个拍摄跟剪接 然后到播出 所以民稿是先把文稿的 的依化座位建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处理影像的剪接 那时候这有一整套的 这个产品跟座位流程 那我就把它引进来 然后在台湾 在民稿就把它setup起来 那时候是在2003年 那算很早了 2003年 把它build up起来以后 然后就会变成台湾第一家 做这种所谓的这个 这个 无怠化制播 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无怠化 就没有影带 不用录影带了 不用录影带了 就直接在 在 就是用一个视频器器 然后用飞行音剪接再剪 然后视频器器再播出 2003年 做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建置完毕以后 那我们就把上下游的 这个 然后后来的建出位片库 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产生流程打通 然后就在经营网站 那网站先前的时候只有文稿 既然现在前端已经有出位法档案了 那我也同步比如说 就输出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网站上面就有 就有 video content 到这个发展 然后也 这个把这样的经验也一样 就是去输出给 给这个其他的友台 其他友台 台湾有好几家的这个电视同业 这样也是用我们的 这样的这个产品 您也好 您领导的这个部门也好 是怎么样 用前瞻的方式 一方面你们自己的背景 可能未必是这一方面 但是呢 在台湾你们有领导潮流 怎么样去规划一些 大家还看不见的需求 还有一些服务呢 好 这个就会牵到这个等于 电视媒体通路这样一个发展 对 OK 你看早期 台湾最早的时候 只有专家无线电视台 嗯 那后来 有线电视开放 有线电视开放 然后对无线电视产生的冲击 那无线电视的营业 真的是 就出了很大的冲击 OK 那后来 又是卫星电视又开放 那卫星电视当然就是 carry在有线电视上面 那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进入这行业里面 我刚刚有讲到 在民事 我进来民事的时候 刚晚上说 internet刚新起 嗯 OK 那我看到一个趋势就是 internet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媒体啊 那这个未来一定会对 这一些电视传统通路会造成影响 嗯 那另外一个点 一个timing是在大概在2004到2006之间 这个电信通路 嗯 台湾那时候的 的网路是 手机的也是2.5G 过渡到3G 那那时候3G就号称是平宽变宽 可以care of video content 嗯 OK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既然这样子 还是延续那时候概念 从以前是网站嘛 那再来现在是手机 那现在叫做新媒体 现在这些通路我们也叫做新媒体 这我们也叫做新媒体事业群 这是新媒体 我就主折这个新媒体通路上面发展 OK 那代表着原本电视上的内容 在传统电视上播的那种 是可以到新媒体通路上面露出的 包括手机网站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视讯盒 对 这些视讯盒 然后是Smart TV OK 所以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我的主折 就是要把民事的内容 就要把它carry到 这些新媒体通路上面去 所以这部分我们做得很早 我们在2006年开始做手机看电视 因为那时候自2.5G过渡到3G 那我刚讲3G 所以既然可以看视频 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 content equitator 我就去找其他友台的同业 就是说现在有这样的通路 那你可不可以授权你的频道内容给我 然后我去组了频道群 那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一二十个频道群 那跟电信公司合作 最早做这个的时候是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那时候 因为他希望用户从2.5G过渡到3G 那我们就变成他的加持服务 那时候有一个手机看电视的服务 一个月收台币168块 那你可以看这个 比如看几个频道这样子 我们就从这样子的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 变成从原本IT背景 台湾东西是一个IT背景 慢慢发展变成一个content content equitator content equitator 给这一些内容 那当然这个要做这个有几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要跟人家去谈版权 对 版权的授权 那这个很多条件 OK 那第二个就是要谈这个讯号的技术议题 你原本是电视讯号 那我怎么样把他电视讯号 transcall成这个在新媒体通路上面可以用的 比如在网站上面可以用的 在手机通路上面可以用的 这个我必须要建这一些这个机制 那这样就是IT系统设备 那中间还有一些议题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这一些 手机看电视的频道 那版权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比如说像原本授权在电视上面的一些内容 不是致辞的 比如说像新闻里面的外电 外电他只授钱给你在电视上播出 而且还固定一个区域 台湾地区类似这样 对类似这样 或者说他载具 他不能让你在手机上面的载具上面看 也不能在网站上面看 那你就要去跟他谈版权 那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初步没有收入 但他要跟你要版权费用 那怎么办 如果你还是没办法付这些钱 你就要并行遮盖 遮盖又有很多遮盖的作为模式 那其实过去这 就是从2006年到现在 我们就一直在处理这些议题 到现在比如说到 现在这个发展 就是台湾有一个名词叫OTT Overland Hub TV 包括在 我刚刚讲到在手机 PC 平板 或是 Smart TV或是视讯的上面 我们现在都希望能够同步 能够让这个用户 你可以在各种通路上面 去看到视频 这概念就是这样的 假设比如说 你在家里用大电视看 不管是传统电视或是Smart TV 看了我的这个剧 然后你还没看完 那你想要出去 开车 你就转用手机看 就是同步的 Channel的部分 另外也有VOD Service 后来我们把民事的一些剧 就把它变成VOD Service 那VOD更方便 你并不一定要限定在某个 某个这个时间去看 就是什么时候方便点开来看就可以 对 所以对我而言 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IT的部门 那我也在管骗库 那所以对我而言 就是说这一些的material 骗库这些VD content material 的数位化是一个议题 你怎么样把它数位化储存 然后变成一个无怠化储存 然后又要在这一些新媒体 通路上面做加值 应用 这就过去20年为止在做的事情 那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刚一直强调过程 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 这个东西尤其像你的这个部门 原本它是一个后勤之源 那现在这样看这个媒体的演化趋势 等于说你是一个 已经是在前面一个兼兵 甚至后面整个电视台 乃至于节目的制作的走向 都跟这个多媒体 新媒体发展有关 那在如果是就一个电视台 本身的组织结构来讲 那你们的内部上 大家不管是心态也好 或者是作业流程也好 有没有一些因应的调整 好 所以这个当初刚开始做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很多沟通嘛 比如说这个网级网路在兴起的时候 那我是很早就把内容放到英特线上面去让人家看 那就会就内部而言 比如说像业务单位或是节目单位 就会认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传统电视的收视率 对 那这个议题讨论非常多年 非常多年 但是就会变成说 那新媒体通路刚刚起来的时候 因为他营收模式还没有很确定 或是都是一些小钱 营收并没办法足以支撑这个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内部的沟通 内部的沟通跟说服 那这的确是一个hard job 这是一个hard job 那这个是一个议题 那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 但是这原本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不断要去说服 不管是这个平行单位或是老板 要去说服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是一个趋势 那看了比人家早就有比人家早的困扰 因为你的其他相关部 他如果没有看到他 你要怎么去说服 那所以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但是因为算走过来 所以目前还存活 所以走到现在台湾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台湾现在看到的是 年轻人基本上 他是不用电视机在看电视的 他用手机在看的非常多 甚至有的很多 我问很多年轻人 他家里他住的地方根本没有电视机 他平板也许可以看 很多人都用手机 台湾的习惯 我们自己也在进行OTD平台 看到的使用习惯是 这个用手机 从后面的数据看 用手机的占有一半的比例以上 至少六七成 手机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趋势 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再来就是说 Internet的发展会变成没有国界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网机网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他既然没有国界 那影响到了 其实我认为整个台湾的影视产业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早期是受到日据韩剧这些影响 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影视产业兴起 那没有国界 台湾很多的人跨海到对岸去看 他们的所谓视频网的人非常多 早期中国很多这个网站是 是盗版网站或是没有版约网站 然后很多人跨海到那边去看 然后等于某个程度就是把眼球的关注度 我们在争取眼球的关注度 眼球关注度被吸引过去 那以前封闭市场 或是说没有有国界的时候 都不会这样子 那现在是这种现象 所以隐私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没有国界的 还有比如说中国大陆人口多 市场规模大等等 这个跟隐私产业发展都息息相关 市场大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因为本身两个部分是不对等的 我说不对等是市场不对等的 我们的内容过不去 他们的内容可以进来 这个就是先前ECPA的议题 这个没有对等 所以变成台湾的这个视频 做节目的人的版权销售 不容易卖到对岸去 然后到最后会恶性循环 就会变成没有市场 然后越做越强 所以现在最近台湾 这几年一直在谈 就是台湾影视产业的一个问题 政府怎么样去把这个影视产业救起来 这是一个问题 但这是很多很複雜的因素 这个也不是今天可以谈的 对 那讲到这个技术方面 您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 你说手机的也好 随选的也好 好像就是其实也蛮好玩的 我自己印象中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讲到 以前大概差不多100年前 美国有一个专利局局长 就是说专利局可以废了 因为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了 我们现在这个视讯走到这个阶段 那您现在前瞻性来看 就是电视也好 我们讲这个多媒体产业 未来就是可见的未来 还可能有怎么样突破新的变革 这一些技术对我们而言 我们电视台要解决的 因为这些技术这样都有solution 对 那也不是我们开发的 就是这一些 比如说这种 这种transcode的 整个压缩跟解压缩的这些技术 或是传输的技术 这其他都一直在进步 那传输通路也一直在进步 所以你看频宽会从3G 4G到现在5G等等 OK 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应用 那过去台湾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 我的概念就是说 因为原本 民視是一个电视播放平台 我们是见平台的人 那 网继网路也好 或是这些手机看电视也好 或是这些视频网也好 它也是一个平台 那它其实某个程度跟电视传统的平台 比如民視是一个DPPT无线电视的播放平台 这个其实它在跟我们竞争 那竞争到我们这个DPPT无线电视播放的角色 受到它的影响其实会慢慢视为 所以对我而言我的概念就是说 那我们要把这些平台的主导节 要抢回来 但这个非常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变成是一个跨国的竞争 比如说台湾 其实台湾现在 严格收起来 没有一个很像样的一个视频网站 我是说跟比如说跟中国大陆 或者跟美国比 比如说美国Netflix 有Vulu 中国有爱奇艺 有这个乐视 有各种的这个视频频管 我们的规模都比它小太多了 那这些平台像都是大资本去建制的 那台湾 这个所谓视频网的平台像是没有一个像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隐忧 所以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在做视频平台 叫做世纪线上也是 世纪TV 但是这个相对的投资对比 比起我刚刚讲的这些平台 就是小屋见大屋 所以台湾的政府一直想要组一个国家队 一个国家队 利用政府的力量 或是用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公部门的基金 去把一个这样的平台建起来 我刚才如果讲一个像YouTube 台湾很多人在YouTube上面看 看影视内容 那你看光 我去评估那种光用YouTube的机制 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产业 不要说台湾啦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 一个私人公司可以去Copy YouTube模式 它建的那一些技术平台 我认为是 这样讲不可思议 就没有办法 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只有Google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 如果平台没有办法解决 那只好回归 就是那内容制作 内容制作 你如果连平台的主导钱都没有了 大家都到其他人的这个 的这个平台上面去看 那你台湾没有一个 一个像样或主流的平台 这是一个危机 那 反过来那你可不可以 比如说在内容制作上面 去搬回一层 但是现在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就平台会吸引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市场越大 然后这个 假设台湾的市场规模不大 就会变成 这会变成恶性循环 因为你没有足够市场去支撑 你有足够资金去做影视内容 对 那这个就是目前台湾 我认为台湾电视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 很大的危机 你如果看中国这些 这一些最近这几年 这一些这个 这个电视剧 我们刚刚讲 比如说浪亚榜 这个我都叹为观止 我看那种制作会 一级 听说 因为我不是做这个 我不大清楚 就是说一级 好像这个人民币上千万 台湾也许可以做一级 台湾顶多一级 比如巴林党一级 一级一级一百万就很了不起 一百万台币就很了不起 所以会变成那市场规模 它大的很大 其实我觉得民事的经营 一直都很灵活 就是说没有说太多的身段 那不管是 你说从后勤的资源 到变成说 你整个系统的输出 乃至于传统的 这些节目的制播 一直到还有这种品牌的经营 一些商品的销售 我觉得也很符合台湾人的这种精神 好像就说一直 可以说变换角色一直在 找出一条深入的那种感觉 因为商业电视台 那因为你看到的 整个产业的变化 那你要及早做因应 那当然这中间也很多无奈 就是说 你戏剧的置入做很多 那相对的 就是说也有人在讲 就是那这样子的 这个戏剧品质 可能就不大容易卖海外版权 对 等等 这个一定都有正环两面 那主持主持市的经营 一定他也都考虑到这一些 也都考虑到这一些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台湾的影视产业 我们不能一直去等政府 或是期待政府的 的这一些promise 或是这一些作为 那我们一直都是在 自己想办法 看要解决 我们现有的这一些问题 台湾由于市场狭小 电视台众多 加上无远弗届的网络 所带来的外部竞争 在种种冲击之下 台湾的电视业者 在经营方面 普遍的陷入了困境 而王宗宏副总在访谈之余 也跟我分享了一些 民事如何的配合热门节目 推出一些周边产品来贩卖 以及在快速变迁 与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 怎么样灵活的改变身段 力求脱颖而出 而这样的经营策略与精神 不但是台湾传统的 企业经营精神 从某种角度来看 其实跟我们矽谷科技创业 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对话录 我是张志斌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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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